我的心理韧性线上工作坊开课咯 如果你觉得生活满是压力和挫折 感觉喘不够气 如果你正纠结于过往的伤痛 很难挥别过去重新开始 如果你总是告诉自己要减压 却越减压力越大 邀请你一同来参加 我在陆队长的线上平台上 开设的线上工作坊 心理韧性穿越逆境的回弹力 我保证你上完了这堂课以后 外在的挑战和冲击 还是不会改变的啦 我怎么说的很直白啊 但是你会惊讶的发现 自己可以从崩溃中 恢复的速度比以前快 卡在负面情绪中的时间比以前短 从钻牛脚尖的黑洞里 爬出来比以前更容易哦 我们不只有早鸟架 参加新花抖抖开年订阅方案的朋友 我们会主动去信 提供你一个专属优惠码 报名时输入 还可以再想八折购客优惠哦 真的是傻很大啊 目前有两个下午的场次 4月22号星期六 和5月21号星期日 详细课程讯息 请看节目资讯栏 我们课上见咯 我是朱新怡 Julia 资上心理师 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 在资上室里 我听你说 在Podcast里 也邀请你来听我说 那些肉眼看不见 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 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 哈喽哈喽 亲爱的朋友 你好吗 我是朱新怡 Julia 资上心理师 欢迎收听朱新怡说心理话 这次的主人来谈心哦 我们邀请到的是 健康管理师凯西 她是好时好时的创办人 也是热门Podcast的节目哦 凯西陪你吃早餐的节目主持人 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的反应一样哦 好像我们有听过 健康管理师这个职业哦 但是他们到底是在做什么呀 是帮助我们减肥瘦身的吗 不说都还不知道 其实这个行业出现已经十年以上了耶 但是就是因为还真的不太好说 所以才会觉得那么陌生 凯西不愧是热门Podcast的节目主持人哦 经过她的清楚说明以后 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位 既像你的身体侦探 又像是整合翻译机的健康管理师 其实身为助人者的我们啊 最难承认的就是 自己的身体或心理曾经生病了 因为如果连自己都帮助不了自己的话 又怎么去帮助其他的人呢 但是凯西却一点都不会言 自己惨痛的两次健康危机哦 为什么现在她能如此侃侃而谈呢 在她创业十年的路途上面 又是什么样的金刚照铁布山 是她觉得最重要的心法呢 快来听听真诚又直率的凯西 为我们大方的敞开她的心 来说心里话吧 凯西我想邀请你来职人来谈心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你是一位健康管理师耶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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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东东 哦对我真的很常问到大家就是会想要问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觉得 嘿什么是健康管理师 我告诉你对你的答案 你的反应是标准反应 是这是最近才兴起的一个行业吗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 因为我十年前创业成为健康管理师 所以换句话说大概是至少十年前就有这个职业 不过我觉得台湾健康管理师多半还会停留在 比如说有一些传直销的经销商 他们想要为自己有一个可以更增加专业度的证照 或者有一些是运动教练 他希望更完善的去服务他的客户 考的这个证照这样子 但其实他一开始是跟着我们的政策 比如说要长照啊健康促进相关的政策所发展的 那我觉得我自己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我那时候考完最基础的健康管理师证照之后呢 我持续进修的都是国外的证照 对然后所以国外而且特别比较多 会是医学或者是健身相关产业 那我们就知道医学跟健身产业的证照 其实他非常的专业跟严谨了 所以我那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就发现 澳洲那边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职业跟角色是 他有一点像嘉义科医师 可是他不是具体在看诊的人 他的功能是统合一个客户他有身边不同的 比如说心脏科啊肝胆肠胃科 牙医啊眼科等等不同的意见 以及运动教练啊心理智商师 物理治疗师等等的 这些不同的专家的建议之后 变成这个人他可以执行的生活面向的细节 他把专家的衣嘱转换成 这个人他生活节奏中可以做到的事 也就是有关于健康的课题 我们去找这样的健康管理师 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 我看了好多病啊 然后那个病都在跟我讲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那个心理智商师啊 那个人啊那个只能治疗师 要在跟我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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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帮我规划一系列的 我可以做的事是这样吗 对有点像 因为简单来说 我觉得台湾的医疗很厉害 可是挑战是他分科分的很细 所以我常常会遇到客户跟我说 我的什么什么科医师跟我说 我要肉吃多一点啊 就是蛋白质不足啊太瘦了 可是可能他心血管的医师就会说 你不能吃那么多肥肉啊 你就是肉吃太多 所以血管才堵住 然后他就嘿 就是到底要吃不吃 是 对 那这个是医师他们不专业给错答案吗 不是 是因为不同的专家 他着重的事情不一样 那这两件事有冲突吗 听起来有冲突 可是落在生活里执行的时候 他可以是不冲突的 就吃瘦肉就好了 对啊是不是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变通的方法 或者是 到底比如说运动教练跟营养师跟医师怎么样可以协同一起去服务一个客户 让他们的建议是可以更加成的 所以我觉得健康管理师很重要的是 他很像侦探 他要去挖掘一个客户 他不舒服或生病 背后的原因 甚至背后的背后的背后的原因 去解决那个最核心的事情 然后再来是 跨科别或者是跨领域的专业意见 我们要协助传递跟整合 所以也会有一个很像乔梁这样的角色 我觉得跨领域的就是意见去整合的这件事我听得比较懂 可是你说要当侦探 拉掘背后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意思啊 好比如说像我觉得大家常会遇到睡不好 对 睡不好大家想的就是可能身体太僵硬啊 做一下柔软操啊 或泡个澡啊 或点个香氛啊 或按摩啊 但是你睡不好有可能是因为你晚餐没吃饱 可能是因为你白天运动量不够 甚至你太阳晒的不够 甚至是你蛋白质摄取的不足 糖类摄取的不足 导致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合成退黑激素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你肠道不健康 一直在便秘 坏菌太多 所以没有合成退黑激素的益生菌 合成血清素退黑激素的益生菌帮忙 所以这件事一般人怎么会知道 睡不好就换枕头啊 跟肠道有什么关系 就开冷气换枕头冥想 然后泡澡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 我们慢慢在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是 每一个家庭都需要一位健康管理师 所以它就很像是家庭的闺蜜啊 健康闺蜜跟着你 然后在闺房里面 对而且可以聊很多的细节 甚至是心事 因为我觉得常常在听 就是Julia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一定会知道 我们身心是会互相影响的 所以大家从Julia这边得到很多心理上的 不管是心理任性的茁壮 或者是心理上的疗愈 但更进一阶的是 有没有可能我们从生理 比如说身体的健康 荷尔蒙神经系统 帮助我们情绪越来越稳定 当然双管齐下真的效果好 对对对 那所以我真的觉得这样听起来很棒 如果我家庭或是我个人 可以有一个健康管理师 可是你刚才说 这件事情已经推十年了 可是到现在大家还在 哇这是什么东西啊 是怎么回事啊 我觉得是因为真正在用健康管理师的概念 从事健康管理师 这个专业的人太少了 因为很多人考了证照 可是他可能只是想要 有系统的学习健康知识啊 然后或者是 他可能是想要在他本业 就是支持他本业 比如说像我前面提到的 传直销的经销商 或者是运动教练 他学了这个证照 是为了支持他的本业 可是真正用这种 可以跟医疗专业人员合作的角度 去服务客户的人是少的 所以真正的健康管理师 就专职是在做这件事的人 其实是不多的 对 所以推广的也很少 对而且有一大部分的资源是保留在医院 或者是外申所这种地方 所以从预防医学的角度 甚至是健康管理的角度 服务客户们的资源又更少一些 对可是我这样听起来凯夕 我觉得这个要学的东西好像好多 就像你刚才跟我说 你现在在做健康管理培训嘛 健康管理师的培训 大家都说 哇塞天哪 学海无牙的感觉 就是永远都学不完 因为感觉你们营养学也要会 然后生理学也要会 像医生的东西 护理学也要会 什么 还有什么 你刚才说什么 健身教练 肌肉的整个东西都要会 对不对 对啊 那这个是一张证照吗 还是什么东东 对啊 我觉得Julia问这件事超棒 其实我们的证照有分CBA级 C级目前我们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有基础服务客户的能力 然后可以在这个领域 先赚到钱稳定下来 因为你赚到钱才能持续学习嘛 然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不认为健康管理师 可以取代刚刚提到的这些专业 因为第一个健康管理师 他是素人成为专业 然后服务客户 所以他不是医疗人员 他不能做医疗的处置或行为 然后另外是健身 健身要考的证照啦 世界多的 所以健身教练 他们要兼顾的事情也很多 特别是我现在合作的一些健身教练 他们不只是教你肌肉怎么运用 他们还教你 从大脑神经传导的角度 怎么去帮助你的 练习可以更有成效 所以我觉得健康管理师 这个角色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可以跟客户成为好朋友 好伙伴 但是如果我发现 这个他的需要我搞不定的时候 怎么办呢 赶快后送 所以你们有一大堆后送的 专业的合作厂商就对了 对对我们有跟健身房合作 跟诊所合作 也有功能医学 就是预防医学的诊所 然后心理师 可能比如说各种 原因治疗师啊什么什么的 就非常非常有趣 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感觉你们就是在前端 守护大家的健康 然后真的有就是有状况了 赶快往后 对对对 就是如果他本来是健康变不健康 那他会需要医疗 可是他从医疗回到健管的时候 他会需要 比如说健身教练啊 然后可能他会需要营养师啊 他会需要心理师去 保护他的心理健康啊等等 所以我们就会有不同面向的合作 那所以凯西很想问呢 你看听到凯西的声音 大家就可以想象 就是一个很阳光 很黑朗 然后好像 一直在大笑的人 对对对 一直在大笑的人 对 像你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想要走健康管理呢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我觉得他分几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是 我在国中的时候 那时候社会课 公民课 就开始在讲高龄化 嗯 可是高龄化对当时的我来说 是恐惧 是充满恐惧的 因为我会觉得 天哪 我们这辈子 就是辛辛苦苦 呃念书 然后辛辛苦苦工作 然后工作退休了之后 辛辛苦苦生病 然后挂掉 辛辛苦苦生病 对 生病很辛苦啊 然后再来就挂掉了 我这辈子就结束了 然后那时候我才十几岁 不到十五岁 我就想说 那好像人生没有什么希望 我到底在干嘛 但我觉得我最最最幸运的一件事情是 我有非常棒的长辈 所以像我爷爷奶奶啊 外婆啊 他们都把自己照顾很好 那特别是我爷爷奶奶那时候 就是打仗的时候 从对岸来台湾嘛 那他们就经过大家介绍之后 认识结婚 所以比较晚婚 也比较晚生 所以到我这一代 我就发现 我的爷爷奶奶 比我同学的爷爷奶奶 大十岁 但是我同学的爷爷奶奶 糖尿病 然后洗肾 癌症 卧床的很多 但是我的爷爷奶奶 在当时还可以 就是到处自己搭公车啊 然后出去搭捷运啊 跑跑道啊 出去玩啊 然后到后来 我爷爷九十三岁过世之前 他一直到过世前半年 多一点才开始 频繁的进出医院 那在那之前呢 他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全口睁牙 所以九十几岁的长辈 可以吃猪脚 可以吃印花生 他没在忌口的 好强哦 很强 我觉得超猛的 然后像我奶奶现在 已经九十九岁 要一百岁了 他还头脑很清楚 然后他可以推着 买菜小车车出去 跑跑造散步 哇 对 然后甚至是 他还可以有的时候 诶 偷吃一点零食啊 什么 就是他的小确幸 然后甚至是 他还可以做家事 嗯 所以我觉得 很感谢长辈 是我发现 高龄化 不是一件必然的坏事 如果我们做了一些选择 甚至在年轻的时候 为未来打好健康基础的话 我是可以享受 年龄延长 带来的好处的 嗯 所以本来是觉得高龄化 这件事好可怕 我每一个人都要老了 超可怕 然后我现在以后遇到的 都是老人了 这样子 嗯 可是你现在有 另外一种观点 因为你看了 亲生的长辈们以后 觉得 哦原来是有方法 让我们活得很优雅 然后老去的也很优雅 然后都可以做自己 很健康的事情 这样 对对对 嗯 所以当你投身这里面 健康管理以后 又发生了什么事呢 投身健康管理之后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我也不是本科系 我本来是念国贸的 嗯 然后后来是因为 一方面看到长辈 然后另外一方面 是离开国贸领域之后 我就想要做一件 可以让身边的人幸福的事 那我就想到健康 是幸福的基础 嗯 所以我就投入到 健康管理产业 可是我觉得我成为 健管师的职业路径 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是因为 我先开始服务诊所 所以为了要跟医疗人员互动 我就持续的大量进修 然后会去看原文的paper 去尽快让自己 可以跟医疗人员 在同一个高度 甚至可以从医疗人员 能够理解的专业度 协助他们认识健康管理 嗯 对所以后来是这样 但是 做了大概两三年之后呢 又慢慢shift到比较C端 就是跟大家分享健康的概念啊 讲座啊 课程等等 比较是针对消费者的 对对对 就是把这个概念推广给每一个人 让大家不管是企业演讲也好 学校协会的演讲也好 让大家知道原来我的健康不是只有吃药 有一些是我们自己要负责任的 有一些是哇我现在不健康 可是它不是一个坏的事情 它是我有机会透过别的方法综合一起努力 让我积极的健康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蛮有趣 然后后来到19年底的时候 因缘际会我又到了预防医学 就是功能医学的领域 然后开始学习也服务我的诊所客户们这样子 那我就发现 诶过去有一些我服务客户觉得无解的 然后在这里找到解答 所以我又进而有一个想法是 我觉得预防剩余治疗是一个过时的观念 不是说它错 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如果停留在预防 那我只在意我有没有生病 那没生病我就觉得 诶耶好棒棒 那我可以继续这样子下去 可是随着年纪增加 我们就算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 我们也一定会越来越衰退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预防剩余治疗 而是要积极的健康 对所以在积极健康的这个前提下 我们又开始推广了健康管理师证照班 就帮助更多素人伙伴们 可以加入我们成为专业健管师 服务到更多的大众 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心理学的历程也很像 我们一开始心理学走的也是比较是负面情绪 我们要怎么消除负面情绪 怎么样不要累积负面情绪 对 可是到后来我们现在的显学 真的是就积极心理学 你如何让自己活得更自在更好更快乐这样 对 所以真的是每一个学科每一个学历都很有价值 对 但是就是每一个是从不同的面向和角度去切入的 对对 后来你创业你23岁就创了好时好时嘛 对对 对那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你会想要创业啊 哈哈哈哈 我觉得 先大笑这是怎么回事 对因为大家就会想说 诶可欣你那么年轻创业 你是不是很渴望有一个自己的成功事业 然后或者是你会希望有很多钱吗 很有名吗 对啊是大学毕业的时候耶 对对我大学毕业一年 去了外商公司之后就创业了 我就说 呃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的 呃要怎么说有理想 我只是很单纯觉得因为我很喜欢小孩 所以呃如果我有结婚有小孩 我就会希望我有多一点的时间谈性 是可以陪伴他然后照顾家庭的 可是如果要上班 那你小孩比如说好肩发烧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样经验 小孩发烧你就必须要请假 那万一你正在赶案子 又请不了假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焦虑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创业 我会大笑原因 这么一个小小的原因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因为 我很重睡眠 我从小就重睡眠 所以另外一个 我觉得刚刚讲的这些理想啊 或我爷爷奶奶给我的经验啊 然后或者是想要照顾小孩 这些都是比较积极正向面的 那可是这些推动我前进 难免还是会遇到挫折 遇到累的时候 那遇到挫折累 支持我不要放弃的理由更瞎 就是因为我很重睡眠 我很讨厌早起 可是一般上班大概就是 八点八点半九点就要到公司 所以真正让我在每一次 就是遇到低潮 我不想要再前进 我想要放弃 我甚至都想要开始去把履历 打开投到那个 人力银行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哦我不想要打卡 我不想要打卡 那个太早了 然后是因为这样子 去激励我 所以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吗 就是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凯西这么真诚的分享 让我们知道 有时候起步 真的只需要一点点起心动念 没有需要很伟大的抱负或理想 好吗 对对对 我常常都会跟大家分享说 你永远会有一千万个理由 阻止你前进 但你前进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可以了 对而且是一个小小的 听起来都觉得很好笑的理由 都可以支持你前进 对没错 所以你看你有什么想前进的 赶快前进吧 对对对 迈出那一小步 真的 那所以你刚才说 你去诊所啊 去跟预防科学医学去合作啊 然后to see 在消费者那一端 来做一些企业想做那些 都是在你创业过程发生的事 对不对 对没错 嗯 那可是看报道后 你好像有两次很严重的低潮 嗯 对 对你可以分享一下 我也想说 哇塞不容易哦 你看 对 一个健康管理师 通常要最有健康的嘛 还可以承认自己 还可以承认自己 其实是有很糟糕的低潮时刻 对 健康也糟糕到头顶了这样子 对对 所以分享一下好吗 对 我觉得那两次经验对我来说 真的是非常 现在试过进前了啦 所以我可以说 它是很棒很棒 我很珍惜的经验 但当时就是觉得非常崩溃 然后我先解释一下发生什么事 就是我在刚开始创业大概一两年 具体有点不太确定 但就是它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大概是一两年开始 然后持续了一年多 将近两年的时间 那一开始呢 是因为我给自己很高的业务目标 就是我那时候从公司落辞嘛 就是辞职了之后 我给自己创业一个月要有20万营业额的目标 然后呢 我又要求说 那我应该要很棒的体态啊 可以成为学生的榜样啊 然后我又常常要去拜访客户 所以第一个是压力 然后第二个是过量的运动 然后第三个是三餐不定时到 几乎没有吃东西 所以这样加总起来 我就搞坏了我的肾上线 那我们肾上线 它就是要应付压力的 所以我这样综合生理跟情绪的压力 综合起来的时候 我就让它坏掉 所以坏掉一开始 我是发现到 我平常都是超好睡 我一天都可以睡八九个小时 可是那时候我是半夜 大概一个小时会醒来一次 然后连续好几天 甚至入睡困难 就直接睡不着这样 然后我去看了我的医师 我的医师他就给我退黑激素 然后还有一些帮助交感神经放松 可以比较放松睡觉的药这样 不算药吗 不算 算营养补充品啊 但在台湾可能是管制的药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到了 因为我的医师是很高大的男生 然后他说他吃半颗就可以了 然后上线呢是两颗 好 然后我吃到了半颗一颗 两颗都睡不着 我还是眼睛瞪大大到早上 然后再来呢我就发现我的肌肉量 那时候二十三十四岁 然后我肌肉那时候是二十八趴到二十九趴之间 然后我的目标是三十趴的肌肉这样子 结果我在短短两三个月内 熟的就掉到只剩二十五趴 所以掉肌肉掉得很快 而且这是我觉得在当时很大的冲击 因为我这么努力 没有变更好就算了 反而变更不好 对 然后后来发生一个更夸张的事情是 我对肤质过敏 肤质就是面粉做的东西 那一开始是不能吃面包 但白面条可以 后来白面条也不行 但是就都不能吃 但摸到还可以 然后我就很喜欢做面包 所以做完不能吃怎么办 就送把狼 然后结果到后来 连摸面粉都不行 最严重的时候 我连路过面包店 我不用进去 不用吃 不用摸 我光闻到飘出来的那个空气 我就开始眼睛痒流鼻涕 然后眼睛肿起来 耳朵痒 喉咙痒 然后有痰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 那时候不知道怎么样 而且我就会听众朋友们 听我的声音 就会知道 我其实是一个蛮容易开心的人 可是在那时候 我发现我再也开心不起来 我没有动力去社交 我不喜欢 我不想要去旅行 然后多睡觉也没有办法帮助我 然后我开始有忧郁的情绪 甚至忧郁到 我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去治疗一下忧郁症呢 可是如果吃忧郁症的药 好像就拍板定案说 你是忧郁症 对 然后在那时候也觉得蛮困扰的 然后后来又发现 忧郁的情绪慢慢扩大到 变有点 要怎么说 有点像躁郁症的状况 就是半夜很嗨不睡觉 然后心情很好 很嗨很嗨很嗨 然后一整天觉得很有冲劲 可是低潮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 我提不起劲 所以我也跟我的学生们分享过一个经验是 我曾经有一次很想尿尿 在家 那时候休假 在调养身体 然后我很想尿尿 我在家 我一个人 然后我坐在沙发上 我就一直想说 哇 我的膀胱快爆炸 我好想尿尿 那正常 我们正常人是不是想尿尿就去尿 嗯 我就是被那个 动不了 动不了 我被困在沙发上 困了四个小时 就一直在想 哇 要去尿尿 好 我超想尿尿 我膀胱快爆炸了 就想了四个小时 嗯 然后 我就觉得 哇 这件事情超级可怕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发生什么事 然后你的身体 你的情绪 你的睡眠 各方面 全部在恶化 嗯 嗯 所以我就觉得 哦 好惊讶哦 嗯嗯 我听到都觉得好心疼哦 那个 四个小时 我要去尿尿 我好想去尿尿 就是动不了 对 对 就可以感觉到那种 整个身心都已经到 到瘫掉了 对 对 整个当机 对 那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后来我觉得很幸运的是 我大学很喜欢心理学 所以我修了二十几个学分的心理学 它帮助我在那段时间做到第一件事情是 我可以去分辨现在是我的情绪不好 还是别人的投射 还是 哦 因为我的荷尔蒙失调 导致我情绪不好 还是因为工作怎么怎么了 遇到什么人际的事情 造成我心情不好 好 所以 我觉得第一个是 我可以做这样分辨的时候 我找到了可控性 我知道说 哦 大家都好好的 大家没有讨厌我 然后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呢 只是因为我身体不健康 导致我情绪不好 所以我需要做到的事情 只是帮助自己恢复健康 这样就可以了 嗯 所以把不必要的一些压力 先把它卸掉 对 那些压力很多是我们自己脑补出来的 对 没错 对不对 可是 哎 大家鼓励大家还是继续听朱欣怡说心理话 因为 感觉这个心理学真的可以帮助人 真的 因为你会 你会平常 就会有意识的去留意 这到底是我的还是别人的 是我投射的还是幻想的 那真的还是假的 对 对 是因为我们太爱吓自己 也太爱骗自己了 对 那我也觉得 其实很感恩这次的经验 因为 我那时候才23岁 我服务的客户 常常都是40几 50几 60几 甚至70几岁 我的人生经历 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怎么样去体会 他们在不健康的状态下 所遇到的身心煎熬 嗯 所以这个算是压缩了我的经历 然后让我可以理解 哦 原来睡不好是这样 哦 原来忧郁是这样 哦 原来身体的不舒服是这样 不是他不努力 不愿意做到 是他做不到 嗯 所以帮助我对客户更有同理心 嗯 然后我觉得最好笑的事情是 通常我们身为一个专业人士 发生过一次就要知道说 诶以后不要再发生咯 是的 但很不幸的发生第二次咯 是的 我也刚才很想问你说 诶听起来很不错啊 你从第一次里面 好好的康复了 学会分辨了 也会更有同理心了 感觉应该可以放自己一码吧 对 怎么会又发生第二次呢 然后我觉得要讲这件事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很容易被挑战吸引 就是一般人遇到挑战 可能会觉得 哈那是什么 会有压力 或者是会想要逃跑这样 可是我遇到挑战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哦耶 这什么这什么 我觉得很兴奋 所以到第二次发生的时候 是我跨到功能医学领域 然后这一切对我来说很新 有非常大量的知识要学习 嗯 然后服务客户的时候 从健保市场到大众市场到自费市场 其实这三个市场是截然不同的 嗯 所以我怎么样可以帮助客户最有效率 得到最好的资源 然后一次服务这么多客户的时候 我怎么样兼顾那个品质 所以在合作伙伴们还在磨合的过程里面 谁要扛中间的缺口 就是我 好 所以身为一个PM或老板 就是我要去扛那个缺口 就变成我又开始那个 没日没夜工作 然后没时间吃饭 然后没时间睡觉的状态 所以就经历了第二次 但是我觉得第二次 一开始会觉得很沮丧 又来了 对 而且会有 我怎么还学不乖 对 而且会有个恐惧是 我不想要再经历一次 那个全部趴在地上的状态 但是我发现 诶 我不一样了 我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 因为过去就什么都不知道 你很真实的经历 可是这一次 我有过去的经验 还有我这些年累积的专业知识 我知道 哦 又坏掉咯 但是 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快点站起来 或快点恢复到 我可以应付生活的状态 所以后来我也透过一些功能医学的治疗 然后还有我自己的健康管理知识 把本来可能会快速恶化状况 先控制 因为我们很大部分状况都 没有办法立刻改变工作啊 生活的节奏啊等等 所以怎么样透过一些支持 帮助我去应付当时的生活挑战 就是这么忙 压力就是这么大 但是我可以不要坏掉 然后进而到后来专案结束 开始放假的时候 我就开始休息 然后怎么样可以透过一些技巧 帮助我快速的再恢复到健康 第二次经验又很棒 而且我觉得 我可以有更多的掌握 跟那个安定感是 哦还是会坏掉啊 但没有关系啊 就是还是会好 然后对 人生就是会坏掉 你不可避免 因为大家又不是仙女 你又不用工作 是的 我们就是七情六欲 我们就凡夫十字 对 所以我觉得我在服务客户的时候 也是同样一个概念 就我会给他们非常多的空间 那个空间是我会告诉你 教科书上说 你应该要怎么怎么样 可是更多的是 你真正在生活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平衡 没错 你知道讲到这个 我就觉得说 对 你看心理任性也就是讲这个嘛 人生都是会坏掉的 就是挫折意外打击 我们就是会痛的啊 对 就是没有办法逃避 可是当你很正常 而且你很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就可以再谈回来了 没错 没错 真的 很好 而且我觉得 真的很好玩 Cassie跟我们分享了这个 第一次感觉就是我们 常常会听到的压力过劳 因为你给自己设很高的目标 因为你给自己有很高的期许 尤其是越想要自律的人 越想对自己有一些 期待很标准的人 越容易 对 那这个很正常 可是第二次可以听得出来 Cassie 经历的这个就叫快乐过劳 就是挑战来的 好新鲜的 好好玩啊 对 所以大家太快乐 也不是一件好事 有时候身体会更不丧心啊 没错没错 所以我常去企业演讲的时候 我就会说来 再抢各位同仁 你觉得自己有压力的请举手 那就会通常小猫两三只举手 我说来 恭喜你们都是有病逝感的 代表说没有重症 轻症轻症 没举手 通通重症 不知不觉 就过劳了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大家听朱欣怡说心里话 非常棒 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界限 知道说 怎么样去觉察 让自己不要过那条线 对 那想请问凯夕 就是你一路走来 你说的畅业十年吗 对 如果我想要请问你一些 你觉得之所以你可以 就十年来 我真的觉得不容易 十年 我也结婚十年 那个十年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数字 好 十年来 你觉得你可以一路这样走来 披荆斩棘 度过危机 迎接挑战 就是一种 你如果要归纳一些心法 是很重要的 你会说什么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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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会有几个面向 第一个是 我是健康管理师 应该是我要给客户建议 可是我不知道他的生活情境 我不知道他真正觉得 很suffer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给他最精准的建议 所以很多时候与其说 我规定他要怎么做 更多的时候我会先问说 你为什么会想问这个问题 或者是 这个健康状况让你很困扰 那他困扰你的状态是什么 你可不可以多描述一点 帮助我去理解他 然后进而给他一个是 可以适合他的生理心理 然后意愿 他的可能生活步调 他的财务 他的精力所能够负担的健康管理计划 对 所以我觉得所有对人沟通 或对人要助人者的那种角色 都很需要换位思考 因为我常常也在说就是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来帮助我 我才能帮助的聊你们 对 就是我们是互相帮助的过程 对 对 所以那个换位思考 的确能够让你好好的走这条路 那你说第二个心法呢 第二个的话 我很喜欢那时候有一位朋友 一位前辈跟我分享 他就是说你很常在问why的时候 你可以问why not 所以就是你会觉得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都讲一千遍了 为什么还会这样 然后但你就有的时候可以说 那为何不 就你要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为什么为什么 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理由阻止你 你就问为什么不 然后可能他做了一件事情 你不满意的时候 你在问他为什么 在挑战他的时候 你可以先问问自己 为什么不 这件事情会具体造成什么影响吗 还是他只是跟我们的习惯不一样 对 所以我就会觉得 有没有可能 就像我觉得Julia很常会分享心理任性 就是要保持弹性 那个弹力跟柔软 我觉得要用柔软 更多的是要对自己 你要更多柔软回到自己 然后在生活面上有更多的弹性 有更多的弹力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直觉想的那样 所以他跟换位思考会有一点像 可是我觉得更多是 因为换位思考是理解对方 可是我觉得这个why not 是放过自己 对 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why not 怎么样 怎么样放过 我觉得有一个例子是因为我们在培训健康管理师 所以当初我们会决定要合作就是因为他看中我的规划能力 然后我看中他的感染力 但是实际在合作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听得出来 凯西是比较理性的 这很像是婚姻啊 对 对对对 因为互补而互相吸引这样 对 然后可是真的结合了以后就问题出来了 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在这边我可以讲一件事是我非常感谢他 我觉得跟他互动的这个过程里面大大拓展我的境界 因为就像刚刚朱莉亚讲的 他跟婚姻很像 所以真的是各种很努力的沟通 但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他帮助我在我们每次遇到卡住 沟通不良没有办法做决策的时候 我们会先停下来好像各自冷静 然后再约一个时间继续谈 所以我觉得充分的沟通很重要 然后在充分的沟通过程 我需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换位思考 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决策 然后第二个是我要一直跟自己说why not 这样有什么不好 这样有什么不对 为什么不行 对对就是用他的方法天眼不会塌下来 只是跟我习惯的不一样 虽然要改变习惯很没安全感 或改变习惯超痛苦 然后觉得很不可控 可是用他的方式有不好吗 好像没有 一样可以达到目标 虽然我觉得有点紧张 但他可以达到目标 所以真的是一个互相学习的历程 然后你惯用右手 现在有人教你使用左手 你就左右开工可以一起来了 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原来这么大 对没错 看到风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很棒 谢谢今天凯夕的分享 因为我觉得这真的是用很真诚很坦率的一个灵魂 但是你用很高深的智慧 再去面对 你看我们这两个不冲突 我们还是一样这么的自在 这么的天真你知道 就还是一个孩子的那种感觉 可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很成人 很成熟的智慧 在面对我们生活里面的挑战 然后再处理自己的情绪 处理自己的那个open mind 僵化的一些思维 对 所以最后想问一下凯夕 如果对于健康管理 我们当然下集会聊更多更多 因为下集我特别拗了我们的凯夕 来给我们的朱欣怡 说心理话的听众有福气了 就是大家最关心的top3 前三名 我们一起请凯夕来为我们解惑 可是我想说如果有一些健康管理的想要更多的了解更多的资讯 可以到哪里去找凯夕可以到哪里去找凯夕呢 哦 太好了 我们有一个粉砖叫好食好食 那第一个食是食物的食 第二个是时间的食 那为什么叫好食好食呢 就是因为我在服务客户的过程当中发现健康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生活包含了可能运动 睡眠 抒压 人际关系 然后自我价值感等等 各个面向 但你只要兼顾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你就会幸福 就会健康 所以 对 所以我们有个叫好食好食的粉砖 那特别是每周二会分享肾上腺疲劳的议题 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凯夕之前派起是怎么好回来的 可以再去看一下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也有一个podcast频道叫做凯夕陪你吃早餐 因为我觉得健康管理或健康管理师 是大家比较陌生的 或比较难取得正确资讯的 那我很幸运是在创业这十年过程中 遇到非常多健康领域或医疗领域的好朋友 所以我就期待可以透过这个频道 将专业的医疗人员或健康人员 介绍给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 那同时呢 我们每周一到五早上更新 所以如果大家早上在通勤的时间 想要有一个声音陪伴你的话 也很欢迎收听哦 我们就会有很多元的健康主题 太棒了 我之前也去上了凯夕的节目哦 请你回听 回听回听 应该我记得是十一月 OKOK 十一十二月吧 大家再回听一下 好啊好啊 所以我们谢谢凯夕 谢谢 谢谢大家 心念展观 生命无限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 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 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 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 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 资商需求 合作邀约 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 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